Hello,大家好,我是Maya奶爸 今天呢,我会跟你们一起来 在这个Online Scotch Whiskey Awards 也就是一个网路 苏格兰威士忌的比赛 一起来投票 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个赞,留言,订阅,开启小铃铛 还有超级感谢哦! 好,那这个礼拜我就是想分享这个 Online Scotch Whiskey Awards 是因为前几周他们有公布那个名单了 就是每一个选项就有大概六到八个名额 那这个名额就是这些贡献者 就是提供的这些酒厂啊 或一些品质的 那其中在里面就是由我Maya奶爸在里面 我在这个Ozwar大概已经第三年了 他们总共这个就是第四年 所以我就是很开心就是能够参加这个Ozwar当一个贡献者 那主角就是这位Roy跟Ralphi Aqua Vitae跟这个Ralphi.com的 他们是一个很有名的YouTube Channel 在苏格兰那边 那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投票吧 好,在这里你按完这个Place your vote 就是你要投票 它这边就是每个选项 你可以投两张票 给你喜欢的酒厂或是威士忌 然后接下来就是往下就是 你也是可以填那个People's Choice 就是你自己如果在六个选项内没有的 可是你真的真的很喜欢 你就可以自动的key上去 好,那我们来继续吧 然后我的 nickname是Mouth Daddy 好,第一个选项就是Best Value Whiskey 就是也是说CP值对你来讲CP值最高的Whiskey 他们这里特别写说Value is not the same as cheap 它的意思就是CP值跟便宜是不一样的东西的 因为有一些东西便宜嘛 可是如果CP值高你会一直想嘛 然后你觉得这个你喝起来的感觉 比你付的钱是高很多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就是Idle Micang AD 然后百乐门10年 傀儡奇13年 这个Glengire Glengiri12年 奇克伦12年跟李爵10年 嗯 在这六行我应该会选奇克伦 因为我觉得 奇克伦的CP值真的很高 而且现在又点价大概在1300-1400内 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而且可以代替那个云地 然后我觉得我会回购的一个威士忌 所以我先给奇克伦 嗯,那第二个选项2V嘛 所以你可以投给两个 我应该会给李爵的 李爵10年 我曾经也是有放在第一名 在我CP值最高 就是1000年的威士忌 然后这个在台湾差不多950吧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CP值 Best Bound New Whiskey 好 那 第二个选项就是Best Blended Whiskey 也是调和威士忌 那这个就是也是有 可以有谷类在里面的 不一定是全麦的 的Blended或是调和 那第一个这个没喝过 Compass Box Glasgow Blend 还没喝过 所以我可能不同 想5年份的Blended 其实也OK 可是价格真的是不便宜 然后叫付全力 这个是爱德麦康的一个调和 然后Thompson Brothers BSW6年 这个去年有喝过 Turntable没有喝过 跟Wolven这两个都没喝过 所以我 我应该会给Macalline Snow 就是叫付雪莉 跟这个Thompson Brothers 这两个 我觉得CP值真的很高 而且你看价格大概就是小的一半 所以我会投给这两个 好第三个选项就是Best Blended Malt Whiskey 这个就是纯麦的调和威士忌 那这边就是Campbell Town Lock 这个台湾没有进口 就是买不到 可是它就是云顶的一个调和 卖全麦 然后这个Compass Box 龟海之南征的那个瓜果山 这个很好喝 然后这个McNeers 12年Lum Rig 也OK Old Perth 我没有喝过 所以没办法说什么 然后Thompson & Brothers Old North Thailand Blend 然后又是Thompson & Brothers SRV5 8年 这个就 这个我还没喝过 这个North 所以 E2 两个都没喝过 所以 我只能投票给 这个位置 我应该一定会给Compass 吧 这个真的很厉害 然后我应该 要给Campbell Town Lock 或是SRV 我应该会给Campbell Town Lock 因为刚刚就有PSW 所以 先先这样子放 就 好 那你们呢 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欢迎在下面留言 一定要留言 这个就是很好的套盾 就是你们会投给谁 第四个选项 就是Best None Malt Whiskey 就是应该不是卖的威士忌 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威士忌 那在这里有Elijah Craig 就是美国波本 然后他就是圆酒的60块 然后Jack Daniels Single Barrel 这个我有喝过 这个我美国的朋友有带过来 真的很好喝 然后米尔登 100% Brand 这个也不错 这个有得奖过 Power's John 是一个爱尔兰的 这个我没喝过 所以不能投 然后 Red Breast 这个也是爱尔兰 这个12年有喝过 也不错喝 跟这个 Wild Turkey Rarely 这个也好的 GP直抗 嗯 我应该会给什么 在Elijah Craig 我没有喝过 那个圆酒的 因为好像台湾没有 所以不能给 在这个选项 我应该会给Jack Daniels吧 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个 Single Barrel 就是单桶圆酒的 那真的不错 然后应该会给Millstone 这个也好的 就是黑麦 米尔登的黑麦 我是蛮喜欢米尔登这个酒厂 好 下一位 那第五个选项就是 Best Distillery 最厉害的酒厂 2024 那在这里面呢 那个云顶就没有在里面 因为他们连去 饮了三年 所以就自动 不加入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爱的麦康 我喜欢白烂门 然后 Glengar就是做齐克伦的格兰蒂 洛罗门 跟齐侯门 嗯 我觉得他的麦康 是不错 可是我目前真的很喜欢白烂门 因为他们做的东西真的很不错 而且又是Gordon McPhail的酒厂 所以他们的筒子的品质真的很高 哇 这个是蛮老的一个学校 然后 齐克伦真的我也很喜欢 可是刚刚又那个12年了已经投票了 所以先给白烂门 然后 齐侯门 齐侯门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爱雷岛 旧场 所以好 好了好了 我先给齐侯门 齐侯门就是我目前 其中一个 那另外一个 应该 在下面放People's Choice 因为我另外最喜欢的就是布莱迪 布莱迪 所以我觉得这个布莱迪 一定在People's Choice里面了 他们做的还不错 就是有 无泥梅 布莱迪 布莱迪 然后有波夏 有泥梅的 然后中泥梅 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厂是 应该做的不错 所以我先放在People's Choice里面 好 下一位 那第六个选项就是 最厉害的新的酒厂 Best New Distillery 好 那我们来看谁 在里面 Arnaval 阿德诺赫 这个不错 新的艾雷岛酒厂 然后Glasgow Distillery 在 在滴滴 这个我应该还没喝过他们的品样 然后Lag Lag就是艾伦的另外一个酒厂 它的东西是不错 可是目前租的东西还很轻 然后Lag 雷神 I Love Resay 然后这个Torabake Torabake Distillery 这个我也还没喝过他们的产品 所以我应该这样看 我会选Arnaval 跟 雷神 雷神 Lag 好,先雷神 I Love Resay 所以雷神 这两个最好的新酒厂 所以 好 那另外一个Best New Distillery 我觉得 林多修道研也应该在里面 所以我 Lindores Lindores 这个酒厂也不错 在台湾也很容易买得到 所以这个我也放进去当 People's Choice 就是 你在选项里面可以加入的 好 那 你们呢 你们觉得你们会投给谁心的酒厂 好,那就下一位了 好,那第七个选项就是最好的独立装品厂 在这里 圣火力 Signatory 已经赢了三年 连续三年了 所以 他们已经也没有再列在里面了 他们就是直接拿一个奖品 叫Trivecta 如果你连续赢了三次 你就是拿到一个Trivecta的奖品 就是连续三年了 然后就不能再加入这个投票 好,第一个就是Adelfi 艾德肥 然后凯德汉 Cadent Head 然后GM Gordon McPhail Nordstar 这个也不错 听说 然后有学会 然后Thompson Brothers 也在里面 Independent Butler 嗯 我应该 上次我去年 我就是投给Signatory 跟GM 所以我应该也是会一样给Gordon McPhail 因为他们的品质真的很厉害 虽然有一点贵 可是就是不错啦 老套都很喜欢Gordon 对 然后第二名 我应该会给凯德 他真的也蛮厉害 他出的东西品质很不错 我觉得Blackadder黑蛇应该也在里面 我每次都都会放Blackadder 就是黑蛇 我觉得他们的那些roll caps 就是威士忌里面有看到那个黑色的木头 就是就是烧焦穴穴的 就是脏脏的roll caps 我觉得那个还不错 就是真的原汁原味的威士忌 所以我会放Blackadder 好 下一个 那第八个选项就是Best World Whiskey 就是世界威士忌的最好的 然后第一个就是Barcoons 就是一个德州的单一卖 Single Malt 可是这个没喝过 然后印度的Indream 三桶 Indian Single Malt 这个有喝过 然后Cuts World 这个我没喝过 哦 然后有鱼是 Nika 有一起 这个 这个是蛮好喝的 有一起 然后又是Wild Turkey Rare Breed 又是美国的Ballback 然后这个White Peak 没喝过 所以我不能投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会投一定给Nika 有一起 然后 Rare Breed 那就先给印度好了 Indream Indream 也不错 因为这个Rare Breed 我觉得Jack Daniels的那个单筒是不错 所以 这两个应该OK 可是为什么台湾卫士忌没在里面呢 那就是要放People's Choice 了 我是觉得Rare Breed 最好的代表就是台湾卫士忌 我应该会给哥们 然后台湾人有喜欢雪莉单筒的 那就是Kavalent Sherry Solest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棒的一个学历单筒卫士忌 所以 先放在People's Choice里面 好 那下一位了 第九个选项就是最大奖的 它就是Betscotch Whiskey 2020 就是2024最厉害的苏格兰卫士忌 所以可以选两个 第一个是安鲁克24年 嗯 这个不错哦 这个真的蛮厉害 第二个是爱的麦康 AD那个圆九的Castrank 新冠 第三就是白乐门的圆九 然后第四 Bunahagen的12年圆九 可是这边没有写是2022或2023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批字有差别 所以 嗯 然后第五是齐固人16年 跟五五离绝18年 嗯 我在这个选项我应该会给安鲁克 因为24年 然后也不会那么贵 大概在台湾应该5000块吧 然后24年的老九 然后又是学历 我觉得CP值很高 安鲁克我其实也是蛮喜欢的 好 那第二个vote我会给谁呢 嗯 应该是Bunahagen 可是就不知道是哪个批字 如果是2022我就会点上去 可是不是 所以先不要 然后百乐门如果是12年 台湾限量的就会点 可是不是 那应该 齐克伦12有给了 那我就给李爵 李爵18年 这支我上次品酒会有分享 很多的朋友在那个品酒会中 很喜欢这个品酒吃饭 所以最厉害的苏格兰卫星 我会投给安鲁克跟这个人去 嗯 好 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会给的父母 最后一个叶子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他们在做survey 就看看你是怎么什么样的那个消费者 How many bottles of whiskey do you all 你个人有几个威士忌 应该是有100个吧 反正差不多50到100 How many bottles of whiskey do you all 你每年买几瓶 可能一个月一个吗 或两个 所以应该是在这里 那第四个 How many bottles of whiskey do you consume 你每年喝多少只 我觉得也一样 买几瓶就喝掉几瓶嘛 这个是最好的情况 What do you think will happen to your purchasing 然后你下一年会怎么买 应该是一样 差不多买一样 可是如果市价不好 我应该少买 少买 等最低最低的再买 再买 所以好 I'll probably buy less 先喝那个100瓶碗再说嘛 好 When buying a bottle of whiskey 你买VSG 什么价格是最好的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 应该是2000 所以2000到2000 这个范围其实是我最喜欢的 而且很多好的VSG 在这里 好 那thank you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年投票的Oswa 那我会放连接在下面 请看 然后你们也可以进行投票 我很鼓励你们也一起投票 这样子 我们才会知道哪个威士忌是全球的爱好者真正的喜欢 而且没有收费的 这个是免费的 你只要花你大概10分钟吧 去填写这个资料就好 这个要在10月20号前投完 好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在下面留言 然后如果你跟我投票的不一样 也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 那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